前日黄孝明发微博称自己被剧组隔离 目前住在酒店里真的是让人非常揪心了 不过黄孝明却没将这个事看成多大的事 而是一心一意为抗疫加油 还套落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自己拍完戏之后就要回家好好陪陪家人 所以大家几乎能够想象到 黄孝明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来完成募捐的 黄孝明一共捐了好几次 跟贝贝一夫妇名义就捐款了一百万 之后还单次单次的捐赠了干衣鸡鸡蛋食用油什么的 真的是太帅了 可是黄孝明自己都是在被跟自己家人隔离的情况下 还记挂着灾区记挂着我们的武汉人民 黄孝明真的是好样的 从此黄孝明变得高大 不再是那个1.8米的个子 也不再是油腻的黄教主 也很支持你继续拍戏 直到你一直在努力 直到你一直在突破 可是演技说到底不那么好 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人民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能够不管平时那些黑色们的攻击 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黄孝明真的是让人很敬佩了 网友几乎评论一边道 不过大家更加关心的是黄孝明现在的处境 你现在还好吗 一定要注意保重啊 最后只想说一句 谢谢黄孝明和卑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